我们的歌星王杰先生,欢迎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谢谢,谢谢 一伟你好,你好 年轻时他被称为忧郁王子 充满沧桑,也充满激情 之前那个阶段的我 就好比是每次唱歌的时候 好像把那个娃娃拿来甩在地上 如今他被认为患上忧郁症 却妙语连出,机智幽默 所以一群疯子出唱片,多经典啊 当忧郁王子不再忧郁 你还认识他吗 本期东方夜谭带给你一个全新的王杰 好久没见你了 好久没见 我们是在最早有一个 关于台湾的音乐专辑 叫潮 里面你有首歌叫《一场游戏一场梦》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内地人开始关注到台湾的音乐 看到台湾地区的一些很红的人 那个时候出现了一批人 有您,有江玉恒,小虎队 对对对 基本上现在还活跃在我们内地 下一天我说基本上现在还活跃在我们心中 还活跃在你心中 还活跃在你心中 小虎队就自无代言了 江玉恒刚开完 刚在北京开完演唱会 对对对对 好像只有黄茵茵小姐我们见得少了 茵茵姐其实好像现在就比较 我也很少比较少在萤幕上看到她了 那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歌叫《雪在烧》 对对对,很棒很棒 茵茵姐那声音真的是没话说 但是我们听您的歌就是一直一直都有 哦真的,我还活跃着 还活,活跃着活跃着活跃 而且居然活跃的非常的健康和健全 哦对对,健全 而且还有很好的新的唱片推出 这就是新带来的《不孤单》 对 这是应该说是您多少堂专辑 这个我们很怕一般人算不出来 我如果连精选集算在内 其实已经超过有八十几张 但如果说以专辑跟 就乐语跟国语的专辑加起来 大概这张应该是第五十二三张 五十多张 您是唱歌唱了十七年 对 每年的三四张 四张 对对 就每季度就得有一张 对对对 那你岂不是在录音棚里面 弄一个行军床就直接睡呢 哎呦,简直就连医院那个点滴都要带在那边 对啊 老婆来找你谈点事给他录音棚里面 对对对对 甚至女儿都可能在录音棚里面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还没到那么严重 那您这张新专辑我们看 不孤单是不是要 因为你给我们的印象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在这跟您对话 原来我们看到你 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面 或者是说今天吃了一顿好饭 或者喝了一顿好酒 认识一个好姑娘 但一看到你 我们立刻就严肃起来就 哎呦,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歌都很悲 哦,对对对对 我的歌比较 因为我比较属于情歌那一方面 比较 而且还是比较苦涩的情歌 一点点来好了 就失恋的多 失恋的多了 刚刚带女朋友 心高采烈的一到那就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开始反省 咱俩是不是也是游戏也是梦 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到今天为止开回自己 我就觉得以前那个 之前那个阶段的我 就好比是每次唱歌的时候 好像把那个娃娃拿来甩在地上 啊哇哇这样子 对你说的是活的还是死的 不怎么活的那种 就现在就不太一样 现在就好像感觉到 现在的王杰唱情歌会比较 把那个娃娃会抱起来 这样看着他来唱 因为你看我早期的歌 就比较激烈一点 永远都是失恋 然后要 要冲到最顶上去 而且我们最早看您的 音乐录影带 你看我们看小虎队就跳舞 看别人呢 都是拍他这样拍那样 只有看您的那个 一场游戏一场梦 是跑去赛车 弄得那个车噼里啪啦 又带火 好像容易受伤 然后头发都在这 确实也是受了伤了 因为那个是我第一部的 那个音乐录影带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 虽然我是 我自己是干那个 替身演员出身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 我很怕火 可是那个镜头就是受伤了 因为 你原来做替身的时候 都是往水里去的 不一定是水或者树啊 哪边飞车啊都会坐 但是因为那次 就是因为有个原因 我会去坐 后来其实有一个镜头 是我没有带头盔 对 我没有那个 最后那个镜头 我没有带头盔 那个事情就出事情 可是为什么会拍那个 你知道原来那个是 那个也是在台湾 他们在台湾的时候 也是第一部 音乐录影带 是用拍电影的底片 手法来拍的 对对对 花了不少 原来都是拿那个磁带拍 你那个是拿胶片 Beta Cam拍的 你那个是拿胶片开的 对对 那时候是所有歌手里面 花钱最多的 对对对 也是新人哦 所以我们那个公司 以前那个公司真的是 以前是拍电影的 省了很多胶片 没用了 他也不是电影公司 他是唱片公司 只是他们敢花这个钱 有这个眼光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 那个导演是我的 二十几年的好朋友了 在演艺圈的老朋友了 那常常就是 有没有得捞啊 来了来了 就是这样 把我名字记上去 然后饭盒都多拿几个回家 那种 一个人可以拿三盒饭回家 对对对 以前苦 因为过得很穷 但你吃三盒饭也没胖啊 那个时候很壮 以前那个时候很壮 但后来是因为当了歌手之后 才开始瘦一下 刻意的瘦一下 对 可是为什么会拍那个 这个说起来也是一段 辛酸史 其实 因为我那位朋友 他已经告诉我 他只剩下两个月可以活了 因为他得了癌症 就那个导演 对对对 他很希望说 他说因为我 我跟你合作这么多年 十几年了 从来没有看过你真的去 骑摩托车去撞过一个火墙 但是 我说如果就这样撞没有问题 他说可是我要你不带盔甲 可不可以试一个给我看看 就当他发现这个不好说 对啊对啊 就他发现生命珍贵的时候 对啊 后来 突然希望你拿您的生命也去尝试 但是后来我被他感动 因为他说这是他的愿望 他最想看到就是我 他说 当然他是客气 他说我这么久 我没有看过飞摩托车 飞得比你更准更漂亮 对对对 平时我们只能在马戏里面 看到一些动物转火圈 对对对 看人转火圈 我就是那个动物嘛 后来就是因为 还是 好 我后来我答应 所以后来他帮我拍完这个 一场一夕一场梦的 这个摩托车的飞那个 要飞到半天空 要把那个火墙撞过去 第一次是成功了 因为我有戴那个头盔 有戴那个护甲 结果第二次再飞 他因为他告诉我 希望我把全身都 不要穿那些东西 就穿那个牛仔裤 牛仔裤白衬衫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因为那个碳 全部都掉到我的身体里面 都烧起来 就后来摔到那个地下的时候 就差一点还把那个摄影师 你知道 我摄影师看到我 我飞得特别远那一下 摄影师抱着那个底边 那个机器就跑啊 摄像机 摄影机 对对对对 后来就是拍完之后 就大概一个多两个月 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足吧 我朋友就去世了 我会觉得这张唱片会 会起得来 可能是他在上面 也保佑一下吧 可能有这种感觉 就一个朋友 为了你的音乐录影带 甚至说 可以说他是因此而付出生命 对 后来他把生命都付给了这个录影带 对对对 因为他其实他想了很多剧情 后来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连张曼玉是谁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在台湾没有人认识 对对对对 没有人认识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两千 我只知道他是来一个 一个当演员搭配的 你那里面有张曼玉啊 有张曼玉的 你们记得吗 那个女孩子就是张曼玉 对对对 你看吧 连你都认不出来 就没想过 对啊 那个时候刘德华还在帮我拍 音乐录影带 还在跟着我后面跑的 对啊对啊对 那应该把那棗盒再放一遍 哦